大家好,我是您的专业医美顾问小赵 很多球美者都在抗衰除皱这个话题 今天分享的是面颈部除皱拉皮手术 可以说是小拉皮,可以单独进行 也可以和上几期分享过的前额除皱手术一起做 那样就是大拉皮手术了 虽然拉皮手术效果立干进影 一下子就能让你年轻十几岁 但是不到一定的年龄以及松弛下垂不严重的话 还是不要考虑做这项手术的 建议45岁之后做比较好 二三十岁就不要考虑了 不过在这之前可以做现雕 超生刀热马级等抗衰项目 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考虑做也不迟 那面部除皱拉皮是提拉面颊部松弛的皮肤 并与表情筋膜一起往上提拉 使轮廓变得更分明些 重点是和筋膜层一起提拉很重要的 不仅是单单提拉皮肤 颈部除皱拉皮是提拉颈部的皮肤 改善颈部松弛的状况 这个手术一般和面部拉皮同时做比较好 最后建议求美者拉皮手术 要找正规的医美机构 找专业有经验的医生 好了 想变美记得关注我 我是带您变美的小赵 我是带您变美的小赵 我带你观看 我应该让你转发